晚上23年,CCTV5直播国足再战沙特,余大宝成骑兵,冲击600万巨角。 哈喽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琉球,我是小明。 在视频的开始呢,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国足的体育迷啊,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,点点关注,谢谢大家。 和大家说一下国足的最新情况,大家都知道目前国足正在备战试运赛最后两轮比赛。 我们将会在3月24号晚上11点对战沙特队。 这场比赛CTV5呢,将会正常的视频直播,也是希望国家球迷啊,能够给国足加油。 作为本场比赛来说,国足对战沙特这场比赛也是非常重要,虽然我们已经遭遇了两年败,世界被出现已经无望, 但是呢,目前来说国内的舆论还是非常大的,需要打好这场比赛,争取得让国足的球迷啊,看到希望。 这场比赛将会在11点正式开打,3月24号11点。 虽然说目前来说国足已经出局了,但是呢,作为李修鹏来说,他不能放弃, 因为目前来看,我们接下来还有亚洲威的比赛。 这场比赛呢,也是缺席的多名主力,像吴磊和四大规划都将缺席上比赛。 本场比赛呢,李修鹏应该会更多的使用年龄球员,毕竟我们已经出局了,而沙特队呢,这场比赛将会全力以赴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目前来看,沙特队只要战胜中国队,他将会提前一轮建军世界兵。 所以说我们的队主沙特队呢,将会派出全主力,而且呢,会百分之百的水平去对练中国。 我们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能够支持而护勇。 作为本场比赛来说,于大宝呢,很有可能成为骑兵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在之前呢,于大宝也是多次担任骑兵, 他是曾经在比赛中的绝杀对数,也是多次绝杀对数。 虽然很多球迷对于于大宝有些质疑,但是这名球员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年龄是有点偏大,但是呢,关键时刻呢,于大宝还是有一定实力的。 我们希望呢,国足能够对练沙特这场比赛啊, 争取了能够击败对数,让全国的球迷啊,看到希望。 因为在之前,足写已经开出了明码标价, 国足试一赛,赢一场,将会获得600万军奖。 可能作为国足,随着将心之后呢, 可能国足的将士们也是比较看中这600万,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击败沙特队,保住这600万的奖金。 也是祝福国足能够在本次比赛中啊,越来越好。 好了,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,下期待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